张盈盈绑架案前两集我们从办案机构和他女朋友身上分析了一些就是存在的一些重大失误的一些原因 那么接下来两集呢我们想从这个案件当事人本人身上一个是克里斯腾森凶手 还有一个呢就是张盈盈本人从他们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件 那今天我们先来说克里斯腾森 克里斯腾森从这个纪录片来描述的他的一个生长过程来看呢 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也就是说他父母有稳定的工作 他们家三个孩子 他从小呢就比较 就是像中国人说的就是比较淘气吧 就是容易一些整骨一些东西 所以男孩子嘛这都很正常 然后呢他呢表现出来的就是从幼儿园呢还是在家里头啊 他都挺喜欢学习 你看他自己去弹钢琴没有人去教他 他爸爸就是说他自己弹钢琴他还他还写笔记 他还做笔记那时候他才我五六岁七八岁的那个样子 而且他就是跟周围的邻居啊 他们家跟邻居啊关系也都很好 都是一些老邻居 嗯这些小镇上生活嘛 所以都是邻居邻里之间都是走得很近的 所以对他们家呢也都是很认可的 觉得他们家这一家子还生活的都是比较就是说 平常人家庭嘛蛮幸福的是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矛盾 比如说他把他妈老吵架这些都没有 所以他呢就是生活的小时候 他生活的环境还是挺幸福的 然后呢就是他上大学以后 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些就是读博士期间 出现了这些抑郁的这些症状 然后他爸爸说呢 他小时候曾经也偶尔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也不严重 那么他呢就是自己去把PhD转成了一个硕士毕业 然后就在这个伊利诺一这个大学呢 获得了一个TA 就是Teacher Assistant这样的一个职位 就是助教 那么在美国呢就是在加拿大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大学里头 任客的老师他是不管判作业啊什么代试验 他都不管都是给你配一个助教 这个助教呢就是管这个 呃 判作业 然后代试验 这些全是 包括最后就是说考试啊 判卷子啊 这些全都是TA给管的 所以他这个这是纯属 纯属是助教 但是在国内实际上就是一个任客老师 就是什么判作业啊 代试验 所有的都都是一锅会的 全是自己干的 这个呢他就是都派的是助教 因为他的所有任客老师是必须得通过教师资格认定 你才能作为老师上课堂讲课的 所以他刚开始是毕业研究生毕业以后呢 获得了一个TA的工作 所以这个来说对他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刚开始你毕业的时候能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这在美国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不仅就说找到了工作 而且呢他呢同事之间啊 包括这个他的学生啊 对他的评价很高 而且这些学生呢都觉得他很好很喜欢他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 他是一个可以简单地说 他是一个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 而且呢他家庭背景也不错 因为条件也挺好 他们家也有房子独立屋 而且呢就是没有什么家庭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他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一路走来是很顺利的 他自己有房子 然后又住在学校附近 所以他呢就是说 如果想挣多一点钱呢 就接两份TA的工作 你要是轻松一点呢 你就刚开始可能不给你那么多嘛 你就挣的少一点 作为TA来说呢 我觉得挣的钱是不多的 因为我们当时在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的那个TA 他当时就跟我说 因为我们时间长了也聊了一下吧 他跟我说呢 是TA呢是非常 就是说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工作 但是对于年轻人 有孩子又要想买房子 这个呢 他说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你再接一个两份的话 两千多块钱 很辛苦了以后呢 还是还是有点不太够 但是他呢 一个是没孩子 再有一个 他已经有房子了 所以对他来说 还是这个份工作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他是一个 相当于就是说 一个有身份 有地位 而且呢 对这个周围的这些同事和学生 对他都很尊重 而且呢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评价很高的一个老师 这个对于刚开始工作的来说呢 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从他整个生长的这个背景 一直到他最后的这个找工作呀 生活呀 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家庭 我认为他是一个 就是 很生活应该感觉到很满意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在这个纪录片里头呢 这个 纪录片里头 在不断的暗示 暗示什么呢 暗示这个克里斯腾森 他杀人的动机 是因为他 有抑郁症 因为他喝酒 酗酒 因为他滥用药物 所以导致的家庭 他自己的家庭 他跟他妻子之间有矛盾 然后有开放式婚姻 然后他又到那个心理咨询 那个地方去咨询 所以呢 把这个案件 他的杀人动机 说成是克里斯腾森 他自己是一个连环杀手也好 说他是一个恶魔也好 说他没有人性也好 他把这个案件的杀人动机 说成是他滥杀无辜 这个我是不赞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起案件 我今天想想的 长的东西 就是克里斯腾森 杀人动机 这个纪录片里说的东西 我是不认可的 不成立的 他没有杀人的动机 简单的说 他没有杀人的动机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想要杀人 你要想杀人的话 他认为他是一个滥杀无辜 他有这个抑郁症状 他有毛病 他精神不正常 他想暗示这个 他想说这个 他所以始终都说 他去那个网站上 去买这些东西 然后呢 他自己在这个 他女朋友的这个 窃听器的时候 他跟女朋友也说 他说我买了这些东西 他说什么 我就想杀人 而且把杀人的这个过程 说得很变态 而且他说 我杀了13个人 这个女孩 是我杀的第13个人 你说他如果真的杀人动机 就是他的滥杀无辜 就是他就是一个变态 就是一个连环杀手 首先第一点 他所有说的这12个 他杀死的人 然后包括那个时间 包括地点 包括他杀的那个人 叫什么名字 他都能说出来 但是警察去查的时候 这12个人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死 没有 连这人都不存在 然后到当地去查的时候 说这个 连个报失踪的 都没有 这案件都没有 时间地点人物 他全都说得很清楚 而且他说他杀了12个人 但是他一个没有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变态 他杀了12个 张盈颖是第13个 那么哪怕你前12个人 有一个是存在的 他也是可信的 对不对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就说明他 他根本就没有杀人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第13个人 是张盈颖 也没有 他也没杀 为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杀人的动机 而且他杀人的动机 所花费的成本 他是清楚的 而且我可以再跟你说 一个极端的情况 如果他就是一个神经病 他就是一个无情的 见着谁他都能杀的 我认为他老婆 和他女朋友 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尤其是他女朋友 他有家庭 他有妻子 他爱他妻子 他希望他妻子 跟他在一起生活 没办法 他妻子愿意要离婚 所以他们开放式婚姻 他在网上 找的这女朋友 他不爱这女朋友 但是这女朋友爱他 而且他呢 如果是一个变态的话 他最恨的 就是他的女朋友 和他妻子 他恨他女朋友 是为什么呀 他女朋友 拿个窃听器来听他 他对这个很不认可 所以他描述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 这些连环杀手 买东西什么这些的 想要说杀人的 实际上就没杀人 想要说自己有神经病的人 他就不会到心理咨询师 那里去咨询 真有病的人 真的变态到那种程度的人 谁到那个心理咨询师 那里去咨询去啊 有咨询的就说明 没到那程度 对不对 而且如果他真是一个变态的话 他周围天天工作在一起的老师 对他评价很高 学生都觉得他挺好 没人发现他有这种 不正常的举动 他天天工作 哪怕那些眼神 都能看得出来 他是个变态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变态 而且他是一个生活 还算是中上层的 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 受人尊敬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 他想暗示这个警察 想要暗示 说他是一个 心里有病的一个杀人魔头 这个杀人动机是不存在 所以我认为他动机不存在 第二 没有证据 也就是法庭上提供的那个证据 一条都不成立 第一条 说他 在家里头 他的褥子上 他睡觉的褥子上 和他墙壁上 因为是因为他礼拜五杀人 他礼拜六 他洗了地 说他把地洗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就没有找到血迹 这个简直就是 胡扯 为什么 他说他在垫子上 找到了张音影的血 跟张音影呢 非常相近 说在墙上找的那血迹 也是跟张音影 非常相近 我说什么叫非常相近呢 你要是把那褥子上的血 给他老婆也抽一管 查一查 看看那个褥子上的血 跟他老婆是不是也非常相近 对不对 而且呢 他说了 他是在厕所里头 而且呢 残酷的那描述 把张音影头都砍下来了 拿什么砍的 他就找到了一个木头棒子 就是他那个棒球的那个棒子 你拿什么砍的 那砍的那上头 有张音影的血吗 那砍的那上头 有没有他的指纹呢 你这个证据链接 你跟他们都练不上 对不对 而且他在厕所里头 实时杀人 头都砍下来的 满处都是血 你能拿洗洁精 拿洗滴剂 拿什么 你甚至把你家厕所 全都翻修一遍 都能找到血迹 何况你洗地 对不对 他勾勾卡卡的地方 一个血滴 都没找着 所以他杀人的现场 根本就不是他们家厕所 根本就不是他们家厕所 再说了 在褥子上也好 在他们家墙壁上 找到了血迹 能说明是死亡吗 能说明是杀人人死了吗 他只能说是他受伤 所以你也没找到尸体 所以杀人 没有证据 不成立 所以他提供的这些 这个证据 就是他们家 褥子上的血 和他们家墙壁上有血 这个作为他杀人的证据 我认为不足 他只是 说明 别说是相似了 我就说百分之百 就是张艺莹的血 那也只能说明他受伤 而不能证明他死亡 所以第一 他杀人动机不存在 第二呢 他杀人现场 没有证据 但是为什么说他 说得那么狠 说我杀了13个人了 怎么着 张艺莹在礼拜五 我怎么把他杀掉了 把他也说得那么残酷呢 因为他心里头 他明白一点 第一 他没杀人 这人应该没死 这个是他的确信的 他很自信 因为我没杀他 他肯定没死 什么时候 你们肯定就把他找着了 所以 就把他说得这么残酷 说得这么 这么 会声会色的 他 他觉得他没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觉得他没事 是什么呀 他一直礼拜五 跟他老婆在一起 他们俩又 这个 他完全知道 他老婆 只要跟他老婆 说一句话 说他没杀人 他就没事 所以他呢 就把这个东西 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的 就胡说八道的 就是 但是呢 第一张艺莹没出来 第二呢 他女朋友 没给他作证 所以他把自己 给绕进去 所以我认为 第一 没有证据 而且在最后 你说人家的法庭上都判了 他就是个杀人派 你还说他 没杀人 在法庭上判的时候 他的陪审团 意见是极其不统一 所以一直在那商讨 一直在那 就是讨论来讨论去 到底他有罪 还是没罪 他的这陪审团里头 很多人认为 他没有证据 说明他是杀人犯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但是你那个 陪审团必须得是 最后得达成一致 才能说他是杀人犯成立 但是他这个过程 你就看出来 这些人 他都不认为 他有证据表明 他是杀人犯 所以没有铁证 而且没有一致的认为 他是个杀人犯 而最后草草的 就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想要把这个案子 早一点结束掉 正好有这么个人 这个人他就是认为 他就是杀人犯 那就是他呗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案子 中国的这个反响很大 压力也很大 所以两年了 你再不结案的话 他想等着张颖颖自己出来 这事就算了结了 但是一直拖拖拖拖到现在 结果就找这么个 不能说难听话 说点这个替罪羊吧 把这个案子给结了吧 这个就是这个案件 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两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说克里斯滕森 而且呢 他虽然就是 自信自己根本就不是杀人犯 但是把他说的那么那么多 都是他 然后最后把自己给绕进去了以后 他在监狱里头 跟他妈妈打电话 每次跟他妈妈打电话 他都会跟他妈妈说 我没有杀人 我没杀人 我认为他跟他妈妈说的这句话 是真心话 是不是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从克里森的这个角度 来谈一下这个案件 这个是我个人的认为 也是我做这个好几期这些 这个有关张英影节目的 这些视频啊 翻译啊 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 他不是杀人犯 张英影不是被他杀了 没杀死他 那么可惜的是什么呢 可惜的就是两个家庭 尤其是张英影家庭 我想说一句什么呢 就是克里斯腾森 无论是带着窃听器 讲的也好 在法庭驾任的也好 然后呢 他这些证据提示的证据也好 我认为作为一个张英影家庭的人 你应该不要去被这些残忍的过程 所困扰 他这些都不是实话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而且呢 他说的这些过程 你会一幕一幕的闪现在你的脑子里 对你的生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因为这是你女儿对不对 但是他根本就不存在 你不要为这些而伤心 他不是真的 他是胡说八道的 所以说生活 你还是要坚信 坚信你女儿 她所能做的 她的能力 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女孩 也不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女孩 所以我说 下一期 我们来从张英影的角度 分析一下这个案件 实际上 如果克里斯腾森不是凶手 那么张英影一定还活着 那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